无人过关都别想过啊 十几万的游玩人数 通关率真的只有0% 而且通关时间都是暂无 于是我打开了旁边的榜单 发现居然连一个过关的人也没有 评论区也是清一色的红入温 不得了不得了啊 我玩了这么多年的地图 这种情况还真是头一次见 男人的第六感再次告诉我 这个地图并不简单 你们这次也先别着急叫那只兔子啊 这次啊我肯定能成为第一个无关的 OK刚进来没有过多的套路 第一关就是一个正常的回拉跳 以后手就能过啊 第二关变成了移动版 稍微注意一下就行 第三关也难不倒哪去 这么简单的图 真的一个过关的都没有 没多久我就来到了第二层 这次第一关是典型的洋葱圈 稍微失误了两下也就过来了 没什么难度 第二关也还好 非常的简单 那第三关稍微有一点点难度 它需要精准的卡好滚动的距离 稍微稳一点都不行 在我失误了五分钟之后 终于找到了过关的诀窍 就当我以为这一关就是0%过关率的秘密时 我遇到了这一关 经常跑途的朋友应该就没有不讨厌这种关卡的 还不仅要考验你对实际的把控 还对回拉技巧有极高的要求 非常的麻烦 不过尽管如此 我还是过关了 第二层的难度肉眼可见的增加了 比如这关 一般的滚动或者跳扑都过不去 它需要你先打开滚动 在滚动快结束了空中接扑才能过去 在我花了两分钟研究之下 也败得了哥们的技术 就当我以为这回0%过关6的地图 也不过如此的时候 我碰到了我的一生之地 为什么说这是我的一生之地呢 因为一般在炫尽地图里碰到它的时候 要么是坐着地图设置有问题 要么是实际距离太远或者过近 这次 这次来要成战了 后来我试了很多次 都无法把传送球炸过去 中途我也试过偷机 但左右两边 不被可恶的坐着 设置了空气墙 根本没办法偷 打开相机才发现 终点平台的距离 根本不是正常的地雷传送球的距离 当然这里坐着也放了两个地雷和两个传送球 但问题是我根本不知道怎么过去啊 所以有没有懂得朋友们知道这关怎么过 如果你们知道的话 快告诉我 我就不用在兔子那里丢脸了 在线等挺急的